大家好,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小林再见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今天出来玩哦 你看听着海浪的声音 给大家报新闻 所以在这个日本的到处玩 从来没有验过核酸 不知道日本验核酸怎么验 我也不知道啊 看那些留学生入境啊 马上有一些朋友他入境就知道了 就是吐个口水来给你一个试管 你自己去厕所 还有哪里啊 角落里面取一点口水 然后装进去 然后就交给护士 护士给你咽 我就完了啊 完全捅喉咙啊 捅鼻子 给你鼻子捅得出血 我土什么的 中国啊就是欺负老百姓啊 他就是变态 他不把你弄的烦啊 不要把你弄弄的辛苦 他他就没完啊 中国政府从来做事 就是这样的 从来你你去深究他有什么原因 我我看他也没有什么鬼原因 就是凡是就是把你们折腾 他就很喜欢折腾 你们就这样 中国政府从来就这样 日本你去到哪里 我天天去玩 每个周末都去玩啊 是吧 到处去酒店吃饭 常来没有 到甚至连两体温都没有说 就老实话 很多这个饭店啊 就哎呀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给他给他报一下这个数字啊 啊 昨天啊 最新出来了 今天总的总体来讲 数字没有它的变化 嗯 大爆发的还是上海啊 上海大爆发的够呛啊 那看一下这本土病例啊 今天本土病例报的比较少啊 报了1301例啊 吉林1110 长春576 吉林市528 视频 延边今天没有报了啊 上海27 有症状的 他就报了27啊 分布在普通新区 静安区 宝山区 徐汇区 普陀区 杨浦区 嘉定区啊 天津25 天津都反正每天报一点点 感觉都没完呀 天津 河北 呃 什么江西 福建啊 福建今天比较少啊 福建17 不知道放是不是都放在无症状啊 山东啊 这些地 还要就 这中国现在去好像全部是这样 少得比较明显的呢 就是 呃 这个广东 呃 广东是数字上来看少 比较明显 但是也是照讲啊 我感觉 因为这个冒民 啊 冒民 昨天出来两个嘛 我们都知道 那完全完全的就是本地 呃 两个人都完全没有出过冒民 那他就得了得了这个这个疫情 他肯定有个源头嘛 在社区肯定就传开嘛 而且我说了做门窗的 在接触的接触的社会面 他不是高风险人群 所以就出来这两个不可能就没有了 你看今天就突然间没有了 呃 没有了 有两个可能 要不他就隐瞒起来啊 啊 呃 更大的可能性就是他 他完全没捞到 他也不知道往哪里捞 要捞 他就大面积捞 大面积捞 他他可能 估计是没这个纪念 还怎么回事 因为之前冒民好像几乎没出现过病例啊 呃 那他中国很广阔的 或者说是三四线四五线城市 呃 完全没有没有这个对付这个疫情的经验 或者说就反正的正的八经科学的 反空疫情的经验没有 所以他也不知道往哪里捞 因为这两个人 他就就是乱掏的 这两个人他他不知道定位 要要要要捞就全全市全面核酸啊 他又不敢干嘛 可能是呃 广东是少的比较明显的 他还是中山 还东莞 还深圳 区域还是一样的 就数字在做文章啊 区域没有任何变化 嗯 所以说无症状啊 无症状今天是3489 啊 所以你看到两个加起来4700多4800 那好像没有太大变化啊 都放在无症状这里了 然后上海无症状1582啊 所以上海就是1600左右了 上海的数字是网上蹦 上海到现在的防控的手段啊 嗯 没有太多变化啊 好像就是他还是张文宏那一套 我估计是这样的 不是说他 他的理念问题 是上海这个城市人员可能太集中 他把他一封 他估计搞不过来 然后还有一些外国人 还有很多外国使馆 就是执行起来很困难 深圳还是上海还有一个不同的 上海的行政机构 会比较多啊 深圳他虽然是个一线城市 在深圳的呃 他不会省会 变成很多的 比如大使馆 他有什么的 他还是放在广州啊 所以这个这个还有很多因素吗 不会不会三两句话说得清楚的啊 呃 这上海就牵扯的原因 不只是他 或者说是比较文明理念的吗 不是说这个理念的问题 呃 跟理念可能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估计啊 然后吉林省九百 吉林省还是蛮多的啊 九百无症状 今天是无症状多了 啊 然后确诊少了 就挪来挪去 他妈 都瞎一把搞啊 嗯 福建 无症状还是很多 你看福建无症状 一百五十三 全州 一百五十一 其他的江西六十一 江西也不少 你看都放在无症状 呃 对按理来讲 大部分也确实无症状啊 嗯 广东 广东 你看无症状 还是没有冒名啊 所以这 这冒名的地方 就就是 就是奇了怪了 哈 就就 我们过几天 看看他能不能捞出点 人没捞出来 其实就是就是乱套啊 冒名这地方肯定就乱套啊 但是他他可以不管嘛啊 或者说他他 是是侥幸过去 有时候就就这样过去了 不了了之啊 有的有的人就死了 或者呃 或者没没传开啊 然后刚好四五线城市 这这人缘不密集嘛 呃 就这个地方官员 还有这个这个也是求神拜佛 他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这些病例啊 今天病例其实没有太多变化 主要是上海在爆发 然后说说经济领域啊 经济领域是今天百胜中国啊 做餐饮的 我挺关注百胜中国 因为现在在他那个 我们今天晚上在说说 那个外国公司问责法的问题啊 就是那那个又又有 又有一些公司被被放进去 那个退市的名单 呃 名单里面就那个百胜中国 我是比较关注的 因为百胜中国好像最脆弱 呃 本来疫情嘛啊 也是疫情的影响啊 而这生意本来就不好 中国餐饮就不好做 然后再叠加这个样的退市 然后我就觉得他可能坏消息会比较多 是吧 啊 百胜中国他就公布了去年 呃 2022年1月份啊 的销售额与去年的比较啊 与去年同期 就同样的春节党嘛 啊 春节党相对是做餐饮也好 做什么以往是比较火热的 呃 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啊 进入三月份以来 就今年以来都是下滑 三月份以来 疫情快速恶化啊 这是公司的就挣了八斤的公告啊 传染性极强的奥米克风变动病毒株 迅速遍及全国啊 包括广东省上海市山东省和吉林省等经济重要的地区 那么现在就全国都是啊 呃 铜电销售额方面今年一二季度与去年同期下滑大约百分之四啊 一二季度好像还不多啊 呃 三月份前两周较去年下降百分之二十 并在最近几天持续呃出现持续下行的趋势 啊 金林利润方面也是较趋势下降百分之二十 然后销售在下降成本在上升啊 毕竟你每个员工那么的给他配配配这个配个口罩也是个成本啊 是吧 呃 差不多这样啊 就是就是百姓中国说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啊 然后中国啊 的防疫严厉 各行各业萧条啊 啊三月份文艺演出取消或者延期的啊将近是一万场啊出现了近一万场的这种表演的取消啊各行各业比如是影剧院啊或者说是呃 曾经去过有一个上市公司啊叫做宋城演艺嘛啊宋城演艺就就是做做那个表演了舞台表演 然后这个旅游戏啊 旅游戏的投资啊 旅游戏的投资啊现在都隔屁啊现在都是这些都没法做啊 嗯 嗯 然后是封城啊封城的区域现在全国在封城的区域的涉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一个亿啊 一亿零九十一万啊 我们统计里面呢这个深圳 还有这个东莞啊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没有把它剔除出去 因为呃他实质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说说的就是他实质上没有解封 就是我们评判他究竟有没有影响经济吗 我们统计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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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不解封主要是看对经济的影响对吧 经济影响那他虽然民意上解封但是对于这个民间的成本呢 他是没有半毛钱的的一个降低的呃两两两个原因嘛 一个像这个上海你看这个上海这个小区叫做呃康桥老街居民居民社区啊 你看他是22号他就发布了一个解封啊 予以解除封闭的一个通知 然后23号就又又发现了一个病例然后又又封起来了 所以22号解封23号又又发布了一个封闭通知 他本来就比较反复嘛 所以你你这个解封啊没有太多意义 解封就是当地政府把经费一花 然后把回扣一吃你想想就是嗯 搞个性供宴是吧在小区门口倒数 要让让居民拉个横幅啊 制个国旗唱个我和我的祖国 那不就完了吗啊 这这这就过去了 实际上现在居民特别是这种就是持续的一直有病例 比方深圳吧 呃就他就是反反复复啊 反反复复是一个啊 第二个对人员的责任 你看深圳啊 对人员他深圳今天发布了一个关于 可以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的通知 呃还是很很严格 你看他对于企业本身呢 你看呃防疫 这个风蛮大在海边 哈哈啊 呃 防疫要成为后续工作的常态化 呃疫情代价严重 这个代价就你们弄的是吧 呃企业承担防疫的第一责任 他承担第一责任 对吧 然后任何的企业防疫不力 不仅企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也要承担责任 那你你说这个这个就是这样啊 呃对于公司的压力 对于这种市场的风险 他的投资信息 那这些都是没有没有他的变化 你把这个企业的法院代表啊 他要承担责任 那大家就没完 你名义上他妈开 呃在在小区门口拿个横幅啊 五四三二一解封了 那这没有任何意义是吧 然后员工啊要两点一线 这这就不能出去吃饭了 那你解封了解封了个寂寞呗 解封为了什么就是让他出去玩 呃天天他妈吃吃饭啊 旅游是吧到到去泡妞 看电影 你他妈两点一线你解封了干嘛 啊是吧 那不能实现你的这个社会效益 也不能降低你的社会成本 所以这种解封是 是个假解封啊 也比较反复是吧 呃园区内确保闭环管理 员园每天每天验核酸 每天要都要验核酸 每天验啊 呃这个上海人都都都喉咙都捅出茧啊 对吧 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各位员工也要做自己 自自我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所以这责任都在员工都在公司 政府从来没有责任啊 北京你看北京也是这样啊 要自觉旅行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 你们四方有责任他妈政府没有责任啊 政府没有什么责任啊 政府也有官员也有责任啊 官员就是把压力就给下去 官员亦有责任也很麻烦啊 这地方官员亦有责任他妈的那那那那群众就够呛是吧 呃疫情以来官方严打啊设议犯罪啊 北京和蓝通郁200元被处罚 还是把这把这窗开一下 实在是有点闷了 不要不要关了 然后 呃蔬菜啊蔬菜有有网民反映 这个蔬菜它是大白菜一个大白菜卖110块 这个也很正常很多都拍出来了 就就就就卖卖110块 要最可恶的还不是这个网民爆了一个大白菜 他妈买不起一个大白菜卖110块 现在网上你只要搜一下上海买菜攻略 之前是深圳买菜攻略啊 凡是一封城他妈的就就要搞买菜攻略 现在中国人就是过回正常的生活高兴的要吃啊 买到几颗菜他妈的高兴的蹦蹦蹦跳跳的啊 你说这这次非常悲哀 啊三年呢这个是吧很多人生命是宝贵的嘛 对吧你就是在浪费生命三年你还要弄几年吗 你说中国还要弄个三十年是吧 而且把这个市民他就他发这个图片 我一看就非常真实非常真实的图片 但是就是说他呀 呃他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把他行政拘留了九天 我的我的天哪这中国人太难了 呃国内的中国人难 国外的海外华人也他妈的难 呃反正就跟你共产党扯上关系的就难 呃除非这辈子就就不回中国了 像像跟我这样我我就逍遥自在 你只要他妈的哪天跟共产党一打交道就麻烦啊 所以这共产党是中国人的烦恼之源 呃英国啊最新宣布了 呃回国从48小时核酸调整为12小时 12小时核酸才能够回国 才能够拿到那个国际健康码登记码 哇擦他妈现在就是什么 现在回国要验呃七天之前是手检 然后我48小时还是两间医院 我怎么在这里有没有看错 那就是四次了 然后12小时再做一次 那就四次嘛 我都看一下48小时不变啊 他说48小时不变啊 双阴性不变 然后双阴性 然后最后一次核酸又是12小时 我不在这里面就就是验四次啊 可能要要三个时间段要验四次啊 中间又有要两家机构是吧 反正你你就验这个核酸都够呛 而且这些核在国外做的核酸一方面 国外员工贵嘛 啊本来员工就贵啊 啊就会贵一点那个核酸 他验的这种核酸跟国内的估计也有点不一样啊 所以就相对的会贵一点 啊国外员工也贵 涉及到人工的东西它都会贵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些都是我听说嘛 都是指定的就是大使馆的官员的亲戚嘛 都是亲戚开的 或者说是有一些就是华恩背景的嘛 啊投资背景或者他入股了 啊那他有回扣 这里面水深的很啊 不是你想你你想开开个核酸检测公司 你说我帮回国回国华恩最硬核酸的嘛 不行 这个价格还搞得老高老高 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都是这些官员 还有这些关系户啊 啊对中国人的盘剥 我看到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大货车 还在里剥削老百姓 那个大货车一下高速就要做 啊他给你就喷 其实成本没多少 就是拿拿个酒精喷喷你的车 就就喷一下喷一下呢 就就有些收1000多块 啊有些收收最少500块到1000多块不等啊 可能看我都要看车型那怎么回事 呃你想想这这这又是一个成本 以前就就是专去做人家超载啊 做这个做那个的啊 现在有疫情他妈的给你喷一下酒精那妈的 哎呀然后又又又是盘剥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屌毛 这个政府屌毛国家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天天就是帮中国老百姓说几句话 而已啊就纯粹是这样 今天你看这个海边非常不错啊 那哎所以就真是难了 中国老百姓太难了啊 先说到这样啊 觉得有点意思点单的要分享 拜拜